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h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帐号 都是Chineseradiosheattle 5 seconds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radiosh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9日星期二 农历2月27 我是哈士奇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 分别是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领和专家论谈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 分别是 网视如风 情感夜线 清晶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二的节目 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评书连载 西雅独少年说 台长信箱 西城美丽说 放心无息 心灵港湾和回学欣赏 周六的节目包括 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 月音唱谈 跟我学粤 吃喝玩乐 西雅独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HDFM98.9 Channel Free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Tenis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 KKNW A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俄乌和谈出现 首个重大进展 俄罗斯承诺减少 基辅附近的军事行动 在伊斯坦布尔会谈 三个小时之后 乌克兰官员表示 该国已经准备好 宣布永久中立 放弃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并讨论俄罗斯的领土主张 作为交换 乌克兰希望得到 其他国家的安全保障 俄罗斯则表示 将大幅减少在基辅周围的 军事行动 以增进互信 并称一旦和平协议草案敲定 普京和泽连斯基将可能会会面 但俄军仍然在继续攻击 乌克兰的其他地区 战争没有结束的迹象 两国官员均认为 进一步谈判仍需要数周的时间 双方代表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乌克兰官员设想了一种安排 包括美国、德国、土耳其和中国等 在内的多个国家将承诺 如果乌克兰收到攻击 将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并在必要时设立禁碑区 尚不清楚这一连串名单中 是否有任何国家已经同意这种保证 宣布永久中立 意味着 乌克兰将放弃加入北约的可能 且不能再接纳外国军队入境 此外 乌克兰还表示 准备考虑对其已被俄欧斯占领的领土 提出让步 提议就让克里米亚问题 进行为期15年的谈判 并表示若普京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双方可能将讨论东顿巴斯地区的问题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承诺 则表示怀疑态度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在看到他们的行动之前 不会对俄罗斯的意图做出任何结论 五角大楼警告称 只有少数的俄军从基辅附近撤退 莫斯科可能只是在发动新一轮攻击之前 重新部署军队 而非真正的撤军 西方官员和安全分析人士也告诫 不要轻信俄罗斯的声明 土耳其表示 将准备举办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外长会议 该国已经成为谈判的关键中间人 乌克兰官员称 周二上午俄罗斯发射巡航导弹 袭击了南部城市 尼古拉耶夫地区政府主要办公楼的部分建筑 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 28人受伤 马里乌波尔仍处于俄军的持续重型炮击之下 美国和英国政府证实 乌克兰在基辅周围的城镇取得了进展 尤其是伊尔平 俄罗斯表示正在缩小其战争目标 以集中精力在顿巴斯地区夺取更多的领土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亚图地区今晚多云 风力每小时10至14英里 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 明天多云 降水概率为40% 最高气温华氏51度摄氏11度 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亚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网上9点10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据中国网络传出的视频 上百名吉林方舱医院的农民 讨薪不果 遭到警察的镇压 另一些建方舱医院的民工 则因疫情无法回乡 被当局要求自费隔离 他们哀叹自己的薪水不够隔离的费用 中国微信一页账目 3月28日贴出视频 显示一些头戴黄色安全帽 身穿施工举马甲的农民工和警察对峙的场面 话外音说 吉林长春的方舱医院居然拖欠工人的工资 龙青山方舱医院100多号人的工资要不回来 找谁也找不着 有警察用高音喇叭磁磁斥工人们 配合不了是吗你们 然后警察试图抓捕其中一人 多名农民工上前维护 随后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这时一个声音喊僵起来 我们现在没吃没喝没地方住 还有人喊 我们现在一天没有吃饭了 另一段视频显示一些民工聚集在路边 话外音说 现在是2022年3月26日早晨 我们是长春新龙岭支援方舱医院的工人 我们现在活几乎都干完了 我们现在回家回不去 回原有的工地也回不去 家里不让回 现在必须集中隔离 但是隔离的费用让我们自己承担 你说我们干这几天活 精水都不够自行隔离的费用 我们现在就像一个弃鹰 到哪儿哪儿没人要 最近几天 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 已经成为中国新冠病毒新一轮感染的中心 这轮感染与三月初开始加速传播的奥密克尔戎变体有关 这使中国的清零战略面临严峻考验 据中国卫生部3月29日周二报告 上海当日有4477个新的阳性病例 比前一天3500个病例有所增加 法新社说 就整个中国而言 每天感染人数接近7000例 串下新高 尽管这些数字在全球范围来看仍然非常的低 但对中国来说却非常的高 之前自2020年春季以来 中国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很少超过100人 上海人正在排长龙接受核酸检测 据上海市政府的数据 仅在本周一就有不少于826万上海人接受了核酸检测 自本周一以来 上海东半部已经被封闭 为期四天 然后从4月1号开始 将轮到上海的西半部封城 周日晚间突然宣布的封城措施导致人们涌向城市西半部的超市 这些超市将营业到本周四 但许多商店似乎已被搜刮一空 只剩空荡荡的摊位和货架 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退休人员杨告诉法新社 商品的价格在上涨 人们感到了恐慌 法新社介绍说 自本周一以来 上海被限制的部分是浦东 其中包括该市的主要国际机场和一个拥有巨大摩天楼的商业区 为了应对疫情 上海几个展览馆已经变成临时简历中心 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王女士告诉法新社 在检测呈阳性之后 她被关在浦东的一个基地 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困难 大约有2500个船位 厕所每天清洁两次 但使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此外 中国与朝鲜接染的吉林省 是受该流行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那里有数百万的人被封锁 据当地的媒体报道 最近几周已经建造了19家临时医院 美国国会本周距离通过解决与中国竞争问题的重大立法又迈进了一步 参议院星期一以68票对28票通过了美国竞争法 为该法案在众议院进行协商 并最终得到通过打下基础 今年2月美国中医院以222票对210票通过了这部法案 但法案本文有重大不同 白宫在周一晚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对这项立法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 称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各种投资有明显的两党支持 在促进国内制造业支持我们的创新者 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想法从实验室带到工厂车间 以及解决诸如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瓶颈 这种瓶颈正在导致中产阶级支付更高的物价 这项耗资上千亿美元的立法 旨在解决美国供应链研究和发展问题 通过向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 以及向关键的电子产品的制造 国防和汽车零部件提供20亿美元 以减少对中国制造产品的依赖 该立法还通过为美台文化交流提供资金 承认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以及结束官员访美期间不得展示台湾旗帜的禁令 通过这些方式来处理人权和民主的问题 参议院情报委员主席Mark Warner星期二在推特上说 通过美国竞争法将意味着采取实际行动 解决长期的通货膨胀问题 并对美国制造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 我从一开始就在为这个法案而努力 我做好了完成它的准备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24日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专款时称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没有禁区 但是也是有底线的 秦刚说 这个底线就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但他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详述 外界评论 面对乌克兰战局的逆转以及西方世界的空前团结 北京不得不对中俄关系做出艰难的调整 首次为习近平和普京打造的 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划上底线 美国总统拜登在欧洲表示 他已经向习近平明确表示了北京帮助俄罗斯的后果 他确信习近平无法承受牺牲与欧洲和美国经济关系的代价 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 北京和谈坚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底线 忽视乌克兰的战争灾难和人道危机 中国的所谓中立劝和如何能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 习近平两头压宝希望两面获利到头来会不会两头得罪以外不讨好 北京之川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秦刚间接否定了习近平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说法 标志着习向俄一边导路线的挫败 他说秦刚的这种说法 其实他就是间接否定了习近平提出的中俄合作无上限这种说法 他不过是用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来掩盖中共在中俄关系上做出的这个重要修正 这个修正意义确实还是很重大 因为这是习近平向俄国一边导路线的一个严重挫败 我们知道在冬奥会前夕 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 当时据说在中共内部就引起争议 说政治局的常委们 观者们开了几天会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 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是向习近平交了底的 如果战争进行的非常顺利 数战数决 那么习近平就可以认为 他这种做法得到了成功 但是殊不知这个乌克兰战争进行的非常不顺利 广告之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 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 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 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 并通过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您正在找工作吗 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 或者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 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 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 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 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 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 这些通常都是诈骗 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 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 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 网址是reportfraught.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FDA批准为50岁以及以上接种者 接种第四剂辉瑞与Moderna新冠疫苗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为50岁 以及以上的人群 接种第四剂辉瑞和Moderna COVID-19疫苗 之前的第四剂只被批准用于12岁 以及以上的人群的免疫系统严重低下者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将考虑如何落实FDA的批准 FDA新奇尔说 希望接种第四剂的人 应等到接种前一剂加强针 至少四个月之后 在FDA做出这项批准之际 美国COVID-19病例数字 在冬季因奥密克伦变种而激增之后 正在下降 过去两周以来 美国平均每日新冠死亡病例 约为750例 是自去年夏天以来 最低的数字 与此同时,因新冠者下降了35% ICU患者也下降了42% 此外,美国食药监局批准 对50岁以上及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施打第二剂加强针 观点,新冠未来会变得像流感吗? 三位研究病毒演化的科学家在时报撰文 谈到新冠病毒的未来 他们认为新冠病毒可能继续演化 但传染性不会无限增长 它的未来也许像季节性流感 每年都有新变异株 新冠疫苗则需像流感疫苗一样定期更新 美欧天然气协议助力欧洲 怀托对俄依赖实现能源安全 美国和欧盟上周达成一项天然气协议 旨在帮助欧洲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拜登此行的重点之一 就是协助欧洲实现能源的战略安全 据拜登与欧盟委员主席冯德莱恩达成的协议 美国在今年将向欧洲提供额外 1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去年美国向欧洲出口了2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预计今年新的总量将占欧洲平均 从俄罗斯进口的24%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天在以色列开启了中东之行 他将出席罕见的阿博和以色列峰会 就陷入僵局的伊朗和谈判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 与区域伙伴举行会谈 布林肯将在这次中东和北非之行的第一站 会见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外长拉皮德 这次中东和北非之间之行将持续到3月30日 布林肯此行的主要议程 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 表达了强烈担忧的伊朗和谈判 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一个月的入侵 以色列已成为这场冲突的潜在调解方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3月29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8019128人 新增23,643人 死亡978,648人 新增961人 解决到3月27日晚上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例为145万3,251人 三天新增2,024人 死亡1万2,454人 三天新增22人 其中金凯底确诊人数为373,237人 死亡2,665人 PS高体确诊人数为止9万1,237人 死亡1,374人 Snowlish County确诊人数14万9,018人 死亡1,111人 Spokane County确诊病例12万3,123人 死亡1,353人 Clarke County确诊人数8万7,955人 死亡787人 Yakuma County确诊人数7万1,386人 死亡770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5万2,256人 死亡464人 Thurston County确诊人数6,490人 死亡402人 目前华盛顿州因新冠病毒住院5万9,198人 King County的行政长官到康斯坦丁和King County Metro 将与西雅图和Takira市 Seattle City Light以及New Flyer的代表 一起庆祝Metro电池电动车队测试充电设施的启动 此次开业也标志着New Flyer提供的第一批下一代客车服务的开始 其电池电动巴士车队的全新充电设施 是实现Metro承诺的第一步 即到2035年将车队转变为 有可再生能源驱动的零排放车辆 最先进的基地位于历史上首当其冲 受到空气污染的社区 最近大麻商店发生如此多的暴力抢劫事件 大麻零售商表示他们面临公共安全危机 根据华盛顿州Canna Business的数据 今年到目前为止 华盛顿州已报告了70多起抢劫案 国家酒类和大麻委员会周二举行了一次特别圆桌会议 讨论安全问题 四家大麻零售店参加了讨论 圆桌会议让大麻零售商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担忧 京县议员里根·邓恩周二提出了一项法案 将成立一个大麻安全工作组 以解决最近京县和大普吉特海湾地区的大麻商店抢劫案 有一种看法认为大麻商店很容易成为目标 因为众所周知 他们以全现金的方式运营 这导致非常危险的情况迅速升级并导致死亡 登伦说 就像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许多其他区域一样 我们需要发出这样的信息 即不会容忍这种无法无听的行为 并为我们的执法部门提供逮捕责任人所需的支持 让这些厚无延迟的罪行继续下去不是一种选择 我们必须在更多生命丧生之前 为我们的社区的安全采取行动 华盛顿州财长出席了周二的圆桌会议 他正在美国参议院有所通过所谓的安全银行法 通过让只收现金的企业接收信用卡和借记卡 这将有助于减少大麻零售商店的目标 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了将近六次 他目前在参议院被搁置 华盛顿州学校如何惩罚孩子的变化 正在南湾引起争议 这是一项在全州范围内进行多年的变革 但最近在莱克伍德的三叶草公园学区正式实施 这些变化让一些家长和学校董事会成员 担心孩子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 但学区表示 其纪律政策旨在实现完全相反的目标 即确保孩子们不仅得到尽可能公平的对待 同时帮助解决问题的分源 而且以符合州法律的方式 3月29日星期一晚上 2022年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媒体吹风会 在西雅图的SIFF Cinema Egyptian召开 拉开了本届电影的序幕 这是自2019年疫情开始以后 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第一次恢复现场举办 本届电影节将于4月14日至4月24日举行 共有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的参展影片262部 西雅图中文电影派出记者团团队到场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团队届时将向听众及时报道 电影节的精彩影片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风力每小时10到14英里 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40% 最高气温华氏51度摄氏11度 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scbac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鲜的青草木 鸡掌的声音 清脆的鸡球声 是时候向前迈进 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 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 那就要为他们接种COVID疫苗 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我们做得到 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下面也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3月30日凌晨 2022卡塔尔世界杯预选在亚洲区 12强赛B组 展开第十轮争夺 中国队各场挑战阿曼队的比赛 在苏丹卡布斯体育场进行 这也将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12强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上半场开始不久 阿曼队阿拉维在左路射出一支美妙的弧线球 攻破严峻林把守的大门 中国队开场便遭遇失球 半场结束之前 阿曼队利用任意球再度破门 可惜由于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下半场第47分钟 阿曼队中场断球反击 法瓦茨单刀破门破大战果 最终双方经过90分钟的较量后 比赛结束 阿曼队主场2比0完胜中国队 国足以小组第五结束本届预选赛12强赛 北京时间3月29日晚20点 迪拜被冀军争夺战打响 国足再次对阵阿联酋 上半场黄家辉乌龙助攻 导致国足开场第4分失球 下半场叶丽江射门击中衡量 补石阶段阿联酋点球破门 扩大领先优势 赛伊德补石段阶段锁定胜局 最后国足0比3不敌阿联酋 取得本届迪拜杯第四名 北京时间3月30日凌晨2点45分 2022世界赛 治愈赛欧洲区附加赛B组 决赛展开争夺 葡萄牙主场2比0取胜北马西顿 B肺没开二度 西罗和若塔助攻 北京时间3月29日凌晨 2022斯诺克巡回锦标赛 结束了揭幕战的争夺 头号种子 中国选手赵新同 尽管打出了三杆破百和三杆50加 但他在大比分8比4领先的情况下 连丢5局 大比分8比9送出赛点 虽然挽救了一个赛点 但他还是输掉了决胜局 最终以大比分9比10负于753节之一的约翰西金斯 无缘半决赛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上涨338.30点 涨回0.97% 收报于35294.1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64.73点 涨回1.84% 收报于14619.64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56.08点 涨回1.23% 收报于4631.60点 截至发稿 贵金属市场方面 Comics黄金期货下跌3.3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1923.9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 报收于每桶106.31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 报收于每桶110.23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47371.00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截至到周二收盘 上证指数收报于3203.94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21927.63点 至今指数收报于28252.42点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636.42元人民币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收涨2.37% 微带网涨超13% 知乎涨超12% 金山云涨超11% 名创优品涨超10% Boss直聘涨进9% 斗鱼涨超8% 图森蔚来 满邦涨超7% 拜祈役涨超6% 东京欢智集团 水滴公司 涨近5% 比利比利维品汇贝壳 达达集团涨超4% 周二 每股成交额第二名 苹果公司 收高1.9% 成交174亿美元 至此 苹果已录得连续第11个交易日上涨 取得2003年以来最长连续上涨记录 该股周二收于178.96美元 以抹去今年开年后的跌幅 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周二自2019年以来首次超过10年期收益率 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 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观点 2019年美债收益率曲线 曾经在8月出现倒挂 再前一次持续倒挂发生在2006到2007年 短期收益率高于长期收益率 反而是正常 是反常的 预示着随着增长放缓 短期收益率不太可能保持高位 过去一个月 7年至10年期收益率曲线 5年至7年收益率曲线等 都曾经出现倒挂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哈士奇和亚丘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才编是新闻 路易 葵宇帆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帐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家庭生活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丽华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 用于免费借阅 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